作詞曲 李宗盛 裝滿愛我的小禮像北極 說不清禮還亂指尖真情 心情在紛亂的城市區裡 喧囂中何處站立 多是情 又是愛 都是母親 愛的錯 錯得清 難聽兩意 思緒 被故事的糾結彈性 開啟了一片漣漪 詞曲 李宗盛 員 vern Вот delta 揭開我們的家 交開歌手 讓我們珍惜擁抱 让爱心默默击航 征徉在千古万家 有家有爱 大姐夫啊 若是真的 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打扰你 以前的那个单位 我去过来 人家不肯要我呀 你说现在家里面 所有的重担 都压在门会一个人柔弱的肩膀上 我于心何人 我也是个男人 大姐夫 你就当再帮我一次 刚刚那个丁伯乐已经答应我 给我个特别助理先干这 你放心 我保证不给你丢脸 喝一口 大姐夫啊 你说我们当男人呢 怎么这么难呢 要努力赚钱 还得回洗衣做饭 陪老婆逛街买单 有眼泪不能轻弹 有困难一马当千 还得保持坐怀不乱 可是你的命比我好呀 你有个什么事情都为自己打算的吗 我不行啊 父母走得早 从小在别人家里长大 没少看别人脸色 所以从小我就告诉自己 什么事情都要努力地去争取 要不然得不到的 这都是逼出来的 没办法 再后来呢 就遇到文慧 文慧真是个好女人 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 可是她对我没要求 我不能对自己没要求啊 我是真想让明慧过成舒服日子 让所有的人都羡慕我们的 可是我命不好 赌个球输掉了 搞股票赔掉了 你说我就连想生个孩子 都要天天喝那个苦哈哈的药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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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这儿疏忽了 你要是个男人 就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事 我看在文慧的面子上 我答应你 但是 咱们必须得约法三丈 你到了中天 必须老老实实踏实实的狗干 你要是打什么歪主意 心再往歪主走 别怪我个气啊 不能不能 大姐夫 您放心 这一次我不给你这种麻烦 肯定让您放心 我会给你丢脸的 大姐夫 今天这顿饭我 万代钱包了 还得你请我 下次我请你啊 吃吧 压根没想着你会请我 大姐夫 那我再加两个菜啊 只要你能吃得完 服务员 菜单拿一下啊 赵海这孩子真是个好人啊 对我也还不错的 您这算是说了大实话的 我不是夸自己儿子 赵海是太仁义了 他临来上海的时候 我倒祝福过他 要好好对待丈母娘 要多为尹家着想 不成想 他是太实在了 他把自己全搁进去了 就没给自己留一丁点余地 是啊 他对我们家事不错 我要是有这么个好儿子就好了 我真羡慕你那亲家母 是我们于英没夫妻 别提了 一提咱们俩又多不好受 我也看明白了 您是把赵海当自己人吗 秦家母 你总算明白了 我说句老实话啊 其实我已经把赵海 当成我的依靠了 可问题就处在 越是把他当自己人 越是怕他有一天 他会离开我呀 孩子都是离朝的鸟 早晚得分开 咱不能因为自己自私 就拢着孩子 不让他们出去寻找幸福 是不是啊 孩子有孩子的生活 咱有咱的日子呀 关键的是 咱得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 过一天就得高兴一天 您说是不是 秦家母 您要不同意 您就说话 您 您怎么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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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刘主任 没事 刘主任 您 天安 天安 喂 哪位 文慧 是我 你妈又犯病了 回来了 我妈怎么了 我们俩正在动签办 聊得好好的 你妈就低着头不说话了 我再一看脸色不对了 我说上医院吧 死活不肯 我这没辙了给你打电话 咋屋呢 快看看去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不用着急 我躺躺就好了 还说没事呢 你看你的脸那么惨白 你啊 平时就爱装病 真的有事又不去看医生 怎么跟孩子一样 谁装病呢 亲家母 我去给你熬点粥吧 吃点东西 肚子不空就好受点 我问奶奶 你歇着 有事让文慧忙吧 这现在气色已经好多了 刚才那才不好看呢 把我吓着了 是不是咱俩聊天 聊激动了 我吓着了 你妈跟我说 我们都老了 我吓着了 自己的生活 想把他们拢在一起 还能拢一辈子啊 再说了 做人也不能太自私是吧 这房子 疯了就疯了 想通了 什么都是浮云哪 对对 浮云 浮云 妈 你真的想通了 想通了 我问奶奶 你回去跟赵海商量商量 何计何计这洞谦的事啊 那好 今天我就当个见证人 就当这件事情双方都协议好了 妈 改天等你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大家坐下来谈 把大姐夫也叫上 好好商量 就咱们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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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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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思想一进步 嘴巴一凸鲁 就把花收出去了 现在要是想把这花收回来 收不回来了 妈 怎么才一会儿功夫 你就后悔了 哎 也不是后悔 哎呦 这房子 说分就分 就心里头像割肉一样的呀 我相信大姐夫不是那种黑心的人 他不会把房子要了以后就甩手不管你的事的 说到底 还是你男人 都是他惹出来的祸 当初叫我抵押房子去投资 投资投资 投他个投啊 对吧 一投栽进去了吧 要不是这样 也不用你大姐夫帮忙 他不帮忙 房产政长也不会有他的名字 没有他的名字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事 你到底说说话呀 一副手气包的样子 管不好男人 还管不好肚子 结婚这么多年 也不给我生个孩子出来 你跟莉莉都是一副德行 让我干着急 到时候别怪我 把房子留给葳葳啊 外面是干嘛呀 个小区家过来停车场不能停在这儿 烦死了都 妈 我 可能怀孕了 知道了 是 什么时候发现的 什么时候发现的 大姐夫 我过来 你今天太好了 我爱大姐夫 小心 小心 怎么会成这样啊 他今天心里高兴 他在中天找着工作了 找到工作了 小心小心 他没有给你和丁小姐添什么麻烦吧 来来来来老婆老婆 老婆 什么麻烦都每天 都每天 大姐夫太好了 太棒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让所有人都羡慕我 羡慕我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姐夫 谁 没事吧 没 没 没事 来 你看你 这样的 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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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有工作了 你好 圣子在外边下折腾 大姐夫 那就麻烦您以后 要多看着他一点了 我心里有数 大姐夫 妈那儿松口了 说是愿意分房子 既然妈和葳葳奶奶 好不容易谈到一块 你该争取的要争取啊 别老想着别人 这房子的事 以后再说 冯辉 把这个拿着 大姐夫 这钱本来就是我之前赔给你的 我不好收 你收下 冯辉 大姐夫 就是替你把它保管了一段 没想要这个钱 哎呀 不行 要我把大姐夫当外人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 你得多长个心眼啊 记住了 这个你自己收好 那我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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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你干嘛啊 你在找什么 没什么 那个 跟大姐夫酒喝多了 我就洗个澡 换个衣服 我我也睡了 你站住 你没找什么 你头头摸摸在干嘛 你是不是听到我跟大姐夫说的话了 说呀 你别别喊 你喊什么呀 大半夜的 邻居听到 都会让人笑话的 行 我老实交代 我看见大姐夫把存折还给你了 我就知道 为了这么一点钱 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至于这样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地找东西吗 好 我根本没藏 我没有工夫跟你玩猫舟老鼠的游戏 不过 现在既然你有了这个心 我明天就把存折还给大姐夫 还什么存折啊 不用还的 我找存折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这心里就是想踏踏实实地 跟你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我就是想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 然后心里踏实一点嘛 看你就这么一点出息 你看你有当爸爸的样子吗 当什么爸爸呀 当爸爸 当爸爸 我要当爸爸 这次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管妈要房子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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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说句实话 直语吧 只是 只是许可敬 要不 你今天去请个假 咱们一块到洞签办 把这事给办了 省得夜长梦多 妈 这个房子我已经决定不要了 你以后就别再提这个事了 我也决定了 这房子必须要 什么叫必须啊妈 房子这个事是这样 你能买得起就买 买不起就租 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你说这话说的 来 来了 正好你来了 怎么了 吃早饭 你帮我劝劝他爸 怎么了 鱼目脑子 不开窍 他就是不要房子 我啊尊重赵海的意见 不要就不要吧 听着老婆 他没房子怎么跟你结婚呢 你们这都老大不小的了 要耗到什么时候去啊 丁姑娘 不是我说你啊 可别学时下那些年轻人 光谈恋爱不结婚 咱女人的青春可耗不起 哎呀慢点吃慢点吃 听大妈的没错 劝劝他 有话就说嘛 走看着我干嘛 我 我 我就是想知道 你对我们的未来 有没有什么打色啊 你为什么 那么不想要房子 你想要 你会看上 薇薇她姥姥这套洞天房吗 房子我当然不会在乎 我看中的 是房子里的家 我跟你说啊 我想过咱们的未来 我是想 用咱们自己的双头 建设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家 我明白了 不过 听你妈的意思 让她马上接受你的决定 一时半会儿恐怕不太容易 可是这事呢 也不能老是拖着 你抽时间跟你妈一起去一趟 动签办吧 就算你不想要房子 也把事情说明白了 别让她继续白忙活 事情总是要有个了结 而且年纪大的人 折腾不起的 好 就这么办 这个天呀 也太热了 真是 到了 不好意思 在准备了 急逼了 呢 你放哪儿 你怎么拿这么重的东西呢 我来我来我来 这事 到底有aint 从今天开始 念一死不苟的实行 老胎工作知道吗 什么这样都不能干啊 妈 我这才刚怀孕 怎么吃得了那么多东西 吃得了吃得了 你吃得了他就吃得了 别站着呀 快快快 坐下坐下 这么好老是站着的 这孩子 放心点慢慢做 头三个月特别重要啊 头三个月就是长大脑的时候 以后这孩子聪不聪明 这孩子 能不能成为国家动量制裁 都看这三个月了 从今天开始 你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给我记住了 准备 记得没有 是是是 我跟你讲 文慧妈说的这个都对的 妈 你不知道 我天天跟她讲 我说文慧你时刻记住 自己现在是个孕妇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养胎 什么工作不工作的 那都无所谓 可以不去的 反正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 大公司特别助理 肯定养得起她的 你少到工作了 好事啊 妈 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迷信的 这个孩子从胎里 那就是带来忘记的 你看忘我吧 几次忘文慧 将来啊 这个孩子肯定也忘您老人家 本来有些话呀 我是想非常郑重地跟您说的 既然您今天来了 那就今天在这里摆到桌面上说 这个孩子生出来 姓娜 是您娜家的孙子 得怪您叫奶奶 你自己说的啊 你亲口说的啊 真的 真的啊 这孩子以后姓娜 是我们大家的孙 孙子 你们都说到哪儿去了 怎么知道我这孩子一定是男孩 万一要是女孩呢 怎么会啊 你看啊 不是我吹的 我人注明是什么人啊 要么不生 只要是生 那肯定就是男孩子 以后这个娜家的香火啊 就世世代代的 这个传下去了 不过这个 话要说回来啊 人家都讲呢 这个生女孩子 是招商银行 生男孩子 是建设银行 怎么是建设银行呢 你想 这个男孩子 将来得娶媳妇 那娶媳妇得有房子的呀 是吧 所以这个成本就高 不过啊 我们家这个儿子啊 你看 命好 你看这还没生出来呢 正好赶上 奶奶的房子要冻签了 你说你奶奶的房子 是不是以后都是你的呀 是不是儿子 方卉 晚上想试试妈妈帮你烧 好 妈 今天轮会就喝点鱼汤吧 给您大孙子补补脑的 周明啊 赶快去上班了 不要定庭上班就迟到 好好好 上班上班上班 妈呀 跟你讲 迟什么 迟到也不会扣钱的 丁小姐是自己人 你在丁小姐那儿上班 对啊 就是丁馨如的公司啊 中天公司大公司的 那合适吗 这个是什么不合适的 妈 我跟你讲啊 我在她那里上班 可以 给您观察一下 大姐夫和丁馨如的继承 随时跟您汇报 我说你这个人正式的 人家让你去上班 那已经很好了 你怎么还有这心思呢 做人要厚道 厚道厚道 开玩笑的 你看你当真了 那我上班去了啊 走了啊 孟茴 走了啊 妈 好嘞 好嘞 认真点 行行行行 妈 别听她胡说八道 我不要芬芳 其实生男生女都一样啊 那怎么能一样呢 这孩子 刚才她亲口说的 以后你们这孩子醒呢 醒呢 我刚才一听她 她在说 我就心里头 就直跳 妈激动啊 妈这是判了几十年了 终于判到了 哎呀 想当初你妈 生一个伯罗兜是个女的 生一个伯罗兜是个女的 再生一个伯罗兜 妈 我看你那么开心那样子 孙子孙子的 又万一真是女孩呢 女孩也行 女孩也是姓娜的呀 女孩也行 你这成天跟我玩心眼 你把我玩的团团转 你不用吹我进来 你还怕人家听见呀 看你这心妙玩的 你提早打电话 把赵海约到了洞千半 你知道我儿子好说话 是不是 你在房子这事上 你就想单独跟他一个人摊牌 你故意绕开我呀 你 哎呀 秦建牧 你不要这么激动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只是 提前让赵海知道一下 我没先找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哎呀 你再说赵海说了嘛 这 这 这房子它 会料得多 你 这话我是说过 但你今天用骗的方式 是让我去签字 这我不能答应的 你听听 你听听 我儿子不是傻子 你以为你自己最聪明啊 儿子 刚才家东签办 他逼你签字吗 你签没签 你告诉妈 妈给你做主 妈 儿子办事是有原则的 房子可以不要 但是道理不能不讲清楚 你道理要讲 房子也得要 我儿子真有人把咱们 当二傻子随便捏捕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哎呀 秦建牧 我 我说心里话 今天我这事情 做得确实有点 可 可我也是没办法 我 我这事出有因 我 我正没办法 你没办法 你怎么没办法 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你说话出尔烦 你不嫌丢人哪 前些日子跟我还说得好 还说是掏心窝子 哎哟 那个掏心掏肺的哟 把赵儿说成是亲生的儿子 结果呢 都是骗人的 转眼就不认账了 你 你 你说你什么人哪你 我没骗你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秦建牧牧牧 我 我实在是真是没办法 我这不正找你们商量吗 商量什么 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们就是要房子 秦建牧 你这就不讲道理了 这凡事都有和商量对不对 你 你这样子态度 那别说九头牛 十八头都拉不回来了 哎 再说了 我 我对赵海不会一点都不补偿的 我算得清清爽爽的 等东西还下来 对吧 一方一礼 清清爽爽 都还给赵海 你想得美 你说得那么简单 一分一礼都还给他 你好像你多大方似的 你那小蒜头打得琵琶哑 你先是设计骗人 后是算得清清楚楚 你这是典型的过河拆桥 你 赵海 咱不跟他废话了 带人巍巍 咱们走了 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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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哎呀 妈跟你说心里话 这事情确实是 我 哎呀 那个文汇肚子里的孩子 他任周明答应 要是生出来 就行哪 四年不久 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 说差就差 哎 你说为了这些钱 跟家里人闹成这样 咱们嫌钱都到手了 人心哪有钱重要啊 跟你在说什么 做人怎么能够这样子的 妈 到底想干什么呀 不是已经都暗期地 还你们钱了吗 妈的这笔钱啊 应该合理利用 争取做到利益的最大换 喂 是我 能借个面吗 今天中午啊 今天中午啊